台中捷运绿线进度已经达到93% 立批年底通车 而文华高中站这天进行住商共购大楼上两仪式 市长卢秀燕等人前来参加并表示 这土地开发共购基地位在文新河南路口 是台中单一地主行驶优先投资权 成功招商签约的住商共购大楼 未来捷运宅新建完成之后 民众下楼就可以搭捷运非常便利 现场鞭炮声响起也顺利揭开捷运宅上两仪式 为在文新河南路口的住商大楼 与捷运文华高中站共购 为台中地间捷运宅 透过将住宅与公共运输结合 要带给住户更便利的交通环境 连带促进周遭繁荣发展 过程中虽然这是第一条 没有什么经验 我们双方也是很本着 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 分享我们在全台湾 11个捷运连开场站的一个经验 来让台中市民感受到捷运的魅力 来让全台湾感受到台中市的城市魅力 市府表示捷运文华高中站 出入口及开发大楼 皆由投资人新建 透过公司部门的相互合作 减少公部门用地取得成本及经费筹措难题 让捷运推动更顺利 市长卢秀燕强调文华高中站捷运宅 将成为捷运开场站的领头羊 火落轨道经济 一个连开案呢 那我们跟这个万德建设来合作 那同时呢 也跟地主合作 三方合作联合开发 那新建了住宅大楼啊 就是捷运宅 同时呢 在这个沿路的这个站体呢 我们会做商场住宅公共建设的开发 那市民朋友们 也可以享受到捷运开发以后 带来更方便 更繁荣的一个生活 祝老完毕 请赞拜 拜 台中捷运绿线进度已达93% 立平年底通车 捷运绿线透过规划 六站七处的土地开发共购站 未来民众只要一下楼 就能够到达捷运站相当便利 是否要透过民间与公家合作 共同开发土地 创造更高的空间价值 记得烂外台中采访报导